現在時間是下午快要五點半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我剛剛接孩子回來 他放學了 然後今天沒有功課 那前幾天啊 他的圍兜都不見了 只剩下他身上穿的這一件 他總共有三件 然後我們就在找 以為是他放在學校沒有帶回來 結果我剛剛發現 在哪裡彤彤 其實是你 其實是你告訴我的對不對 我們一直他到學校也找不到 然後家裡到處都翻片了 結果原來是他那天 上職排布倫克回來 就塞在裡面 然後忘了拿出來 重點是 還一次塞了兩件 不是 還一次塞了兩件 而且連手帕啊 什麼的都在裡面 都沒有洗 這樣子很臭耶 彤彤 跟你的那些東西擺在一起 擺這麼久 誒 你身上那件明天還要穿對不對 我們一件圍兜兜是穿兩次才洗啦 穿兩天洗一次啦 然後我們有三件 其實本來是兩件的 我老婆還幫他再多買了一件 沒有 本來是兩件 是人家送的 不是送的 那是 那個故事有點複雜 我跟大家說一下 我老婆也是幼兒園老師 雖然跟他不同學校 可是之前是同一個集團 現在不是了 那我通通說是送的 其實那是我老婆 他們班上當時有家長 買錯尺寸 然後想要退 可是學校好像已經 超過了 退的時間 已經不能退了 然後我老婆又不想要 讓家長為難 又不想要花太多時間 在處理這件事 所以他就 等於是買下來那一件 他跟家長的說法是可以退 等於他自己拿 自己掏腰包 退給家長錢 然後也沒有跟學校講這件事情 那他的想法也是想說 反正童童也用得到 所以就拿回來 就多一件 那他跟童童是講說是送的 那實際上是 多花錢再買一件 也沒有關係 我們也真的是有用到 對不對 有時候他 迷迷糊糊的 有時候有帶回來 有時候沒帶回來 迷迷糊糊的 對啊 好 那你這個自己裝洗衣袋 竟然找到了 這麼大一疊 這樣一次裝一個嗎 沒關係 都裝在一起 他這個薄薄的 對 然後就可以 童童說想要吃冰 我先幫你把這台龍帶收好 你很不習慣沒工作 很不習慣沒工作 很好 我們上小學之後 就會有很多的工作 好 這個位置我喬了很久 放 收這個直拍輪 本來不是 袋子本來不是放 袋子本來不是放這裡 這邊本來有一個 放兩個抱枕 iPad的抱枕 現在把它收到別的位置去了 擺這邊還不錯 像這種東西 一定要找地方塞起來 蓋起來之後 就很好看了 要不然那一大袋 放在哪裡都 會讓家裡變得不是很美觀 收納就是這樣子 那邊藏起來就藏起來 好 然後童童你想好你要吃什麼了嗎 芋頭 芋頭的喔 我看一下 芋頭的 有 還有最後一隻 芋頭的還有一隻 苦豆人的還有兩隻 芋頭最後一隻給你 好 這個是小美的芋頭 芋到愛 然後這邊很多這個白白的這個是 在愛滿買的 非常便宜 35元的愛玉冰棒 可是我很喜歡 我也吃一隻 然後 順便檢查一下童童的碗 有沒有洗乾淨 現在童童都自己洗完 有泡泡 童童 你有看到嗎 這邊有白色 有看到嗎 如果沒有洗乾淨 明天就要吃泡泡了 我幫你再沖一下 泡泡沒有沖乾淨 沖的時候還要用手稍微 用力的推一推 知道嗎 嗯 自己要吃的 每一個我都幫你推一推 手要伸進去 或是拿菜瓜布推一推 手推一推都可以 我都幾乎用手推 用手推 要用力啊 不是輕輕的滷過去喔 湯匙的部分看起來還OK 好 先拿一個手帕 盤子這邊有 你可以拿盤子 手帕給你 冰棒我已經拿了 在我旁邊 冰棒在這裡 來吃冰棒 你拿出來 先做齁 筒筒下午好 筒筒我愛你 筒筒我愛你 筒筒下午好 筒筒我愛你 筒筒我愛你 筒筒下午好 筒筒我愛你 筒筒下午好 好 筒筒我把你自己開了 筒筒我幫你開 這個擺很久了 他好硬 你拿好用力拿住喔 我撕開 把他脫衣服了 拿住喔 你拿住 你拿住 拿住 你要不能鬆手 要不然會彈飛喔 我是爽 沒有辦法 拿出了 彈飛了 好了 好像拔勇者之劍出來了 再一次 好黏喔 快衝一下 因為它冰很久了 這個買了好幾個月了吧 我衝一下 你昨天吃芋頭粽子 今天吃芋頭冰棒 對不對 有好大顆芋頭果粒喔 真的喔 好吃嗎 非常好吃吧 它這麼大的芋頭果粒吧 哇 真的喔 這麼大 我也來開湖的 那個果粒這麼大 真的喔 很實在 有真正的芋頭 我喜歡冰棒裡面有料的 愛玉 這個超便宜的喔 35塊錢 6隻 一隻還不到 6塊 一隻5塊多 然後它真的有愛玉果粒很好吃 又便宜又好吃 是我吃了 這些冰棒裡面CP值 我覺得很高的 不是最高 但很高 因為你看5塊多耶 我們以前買那種冰棒 那種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那種 吸吸冰 有啾啾頭可以扭下來的 一直到3塊了 這個是有料的 很難算對不對 要幾個 35除以6除不進 35元要分給6個小孩 很難耶 每個人要分 每個人可以分到幾人 35個豆排分給6個小孩 每個人要分一樣多 大概5個吧 5個還會多嗎 5個還會多5張對不對 小朋友還不會這種有小數點的算法 因為分不近 分不平均 分不平均 分不平均對不對 35個要怎麼分給5個 這邊有35支冰棒要分給6個小朋友 一人可以吃幾個 一人可以吃幾根 一人吃5根 最後一根要切小小的 大家一人吃一點 一人吃1根 就是30根 最後一根要切成6塊 每個人可以吃1塊 對不對 好像好大喔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你那個一隻啊 好像可以買這個3隻 可以買這個3隻 還4隻 好像要到小學不曉幾年級 才會算到這種 小數點 還有那個分數出不進的 我想到了 有35顆蘋果 要分給6個小朋友 一人可以吃幾個蘋果 5個然後最後就要吃小小的 對5個蘋果 一人吃5個蘋果 就30個 對不對 然後 36分給5個小朋友 一人分6個啦 6 5 30 就30了 然後最後5個要分給6個小朋友 不夠分 所以要把最後5個蘋果都切片 對不對 然後平均分配給每個小朋友 教數學真的不簡單 姑奶奶是數學老師 你知道嗎 她很會教數學 爸爸小時候數學是姑奶奶教的 她是國中的數學老師 而且我小時候很怕她 因為她 她是老師 所以她上課什麼 就覺得 教學生教的很習慣啦 爸爸就覺得很兇 很有威嚴的感覺 可是被她教過 成績就會變好 更加很嚴厲的師傅 教出來的徒弟就會好 對不對 功夫就會好 現在已經講過我們講過的故事 跟嚴格的功夫 跟比較輕鬆的功夫 吃好快喔 很節省的吃 很節省的吃喔 以後有小寶寶 她看我們吃冰棒 她這裡會想吃 還不能 因為她牙齒咬不動 你看這裡都結冰了 而且還太小了 不是牙齒咬不動而已 太小吃冰對身體不好 小哥要用嘴唇咬也咬不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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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吃完了 就 拍到這邊啦 跟大家分享我們今天吃的冰棒 芋頭冰棒 我很推薦的這個愛玉冰棒 好像是雅芳的吧 芋頭冰棒 芋頭冰棒 我也推薦 你也推薦 好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掰掰 掰掰 不生氣了 今天早上還在跟我生氣 對不對 好 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快樂 大家掰掰 掰掰 和好了對不對 和好了 掰掰